勵志尋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姊妹ㄎㄧㄤㄧㄤ 你已經在錄了嗎? 可以開始錄了嗎? 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了 早就可以開始錄了是嗎? 我們等了兩個月了 早就可以 早就可以開始了 這兩個月 兩個月而已嗎? 差不多吧 我們收到雪片般的聽友威嚇 我就終於感覺到冷了 但是既然你也知道這個氣候變遷 秋老虎冷冷熱熱 就之前就是有一禮拜超冷 我想說啊 是不是時候到了 結果就變超冷 然後我們就想說算了 還沒還沒 對 而且我明明就有在那個 那個instagram問大家說 大家覺得怎麼樣 天氣是冷還是熱 然後大家都說 好熱好熱熱死了 我們的聽友非常誠實 對 那我們就想說 那就也不急嘛 大家就是 大家可能想說 我們現在是要說什麼 熱就會繼續錄嗎? 這樣 大家聽到這個 我已經咳嗽喔 想必也知道我在這 笑什麼笑 好啦這兩個月當中 我也是經歷了人生的一些瘋霜 剛剛說那個 有那個 生理上的激轉 什麼呢? 就是 就是得了大家也都已經得過的COVID 在我得COVID的那一天 怎麼樣怎麼樣 這感覺怎麼樣 感覺沒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大家都得過 這也沒什麼好說的 又沒什麼新鮮的事 那你是什麼 什麼時刻 你覺得 來篩一下 其實我 陸陸續續都有篩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 我要 因為我是業務嘛 我常常去跑客戶啊 我沒有 確認我自己有沒有帶緣 我怎麼能夠亂跑 這是公司規定嗎? 沒有 就是一個道德良知咩 哇 OK 對但我要講的不是COVID這件事情 COVID現在No big deal No big deal啦 沒有人在意 我要講的不是 我要講的是我 確診的那一天 好不好 好 等一下等一下 你剛剛說沒人在意 對啊 你的電腦很在意欸 怎麼說 你剛剛在搜尋任何的東西 美根剛剛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想要查任何的東西 不管前面輸入什麼關鍵字 後面跳出來的都是跟COVID有關的 好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要查 我們等一下今天要講的一些內容 要稍微做一些功課豐富一下 我就先不爆雷 我們要講什麼 但我就是 例如說我就舉個誇張 例如就啥 鮮花 空格 鮮花核酸 然後我想說 這關聯是什麼 好我想說 好 兒童音樂 兒童音樂核酸 這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你的電腦很為您緊張 對我電腦可能還沒有確診過 他比較緊張 但我個人確診過 OK 好我想我確診那一天 那天是 我就是已經在就是 那個活動會場忙了一整天以後 我就收到我的那個 房仲業務 瘋瘋火火火 火急火燎的 傳了一個line給我 說 嗯 美根 你對面的鄰居在生氣 我就想說 然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房子在裝潢嗎 就兩個月前我有講 我的房子在裝潢 我的房仲業務不是帶我 就是挨家挨戶的 蜂蜜蛋糕 對蜂蜜蛋糕 挨家挨戶的去拜訪嘛 然後大家都那個 哈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歡迎你來我們社區啊 好啊好啊 林均林還很低渴 沒有 喔沒有是不是 對但怎麼會突然 在一個週五 那是一個週五 OK 火急火燎的 在那邊生氣 嗯 然後會覺得很奇怪 還生氣到被房仲知道 對因為他先跟房仲告狀嘛 我們中間人是房仲嘛 他還跟房仲告狀 對跟我的房仲告狀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房仲說 欸不好意思啊高先生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 嗯哼 好結果就是呢 我的這個裝潢工班呢 他在拆除的時候 OK 他沒有把那個 我們家的大門給關上 那因為我們那一層樓只有兩戶 所以是門對門 那他如果沒有把我的大門關上 which means 這些所有的 那噪音而已嗎 朱宗慶啊 噪音朱宗慶你就算了 還更多 不是這樣 不只這樣 那個灰飛 欸 整個到他家的整個那個鞋櫃上面 都是 欸 整個梯廳都是我們家的就是那些 煙塵 OKOK 因為很不幸 我對面的鄰居他把他的鞋櫃鞋子 所有高爾夫球區 雨傘就是whatever雨衣 全部都放在梯廳 你是不是在懲罰他 TTT是公共財 你這個講的就非常中肯 對我們 我們大家我一聽的時候我想說 那他有問題啊 欸 怎麼可以放嗎 怎麼回事 要不要叫那個台北市政府 我們現在來看嘛 看誰站你住腳嘛 TT你能不能放嗎 怪我會出來啊 市政府才不了你 才不了 但我就是也是不敢這樣 就我明知道他在違規在先 那我也沒辦法 嗯哼 那我就只好禮拜五 我從那個活動會場一結束 哪一個抹布 齁 我根本不只一個抹布 我跟我的房仲 櫃著擦 櫃著擦 抹布 水桶 酒精 你們真的去幫他擦 吸塵器 真的假的啦 那不然誰要幫他擦 就市議員啊 市議員啊 你剛剛不是要叫市政府 你剛剛不是要叫市政府 需要你來檢查啊 這如果逃生 這可以嗎 而且跪大火 幾年前的事 就這樣忘記啊 吵什麼吵 在吵什麼 不可能嘛 那因為 照理來講 應該是我的設計師要負責 因為他怎麼會沒有叮嚀公班 說你要關門 對 那你關門就今天不會有這些trouble 可是已經週五下班了 我請問 我打給我設計師 沒錯 換我設計師 加班時間到囉 從新裝開車過來擦是不是 那不可能嘛 OK 總而言之呢 我就帶了 剛剛講了 一個水桶 膠膜布 吸塵器我也帶去了 然後那個整個灰 就是要拿吸塵器 先吸再擦再吸 就是要來一個就是三層這樣子 OK 重點是 它那個鞋櫃 不是有門的 它就只是一個層架 你還把他擦鞋喔 鞋子我一雙一雙拿出來 用我的Dyson 我那個Dyson我連外面的地物都沒吸過 我去吸他的鞋子的裡面 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現在你們家有一些鞋子 覺得有點髒 現在美根有在接外包 她就會帶一個水桶 一塊抹布還有一把吸塵器 我真的想哭 然後呢 我就在那邊弄弄弄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怎麼這麼熱 你是仙徒 然後我就覺得說 啊這一下好苦 然後就是 在那個梯梯裡又不通風 然後我就覺得 我整個人都 蛤蛤你知道嗎 那你有沒有哭 我沒有哭 因為我在我房仲面前 他可能覺得我瘋了 我不敢哭 等一下 房仲幫你擦 房仲陪我去啊 房仲的人怎麼這麼好啊 對啊 房仲陪我送送命蛋糕之外 還要陪我去擦底 你這個房仲不行 太好了對不對 他應該就是要硬起來 然後去跟你的鄰居說 那不是怎麼樣 沒有 因為他也是我鄰居的房仲 我們這兩戶都是他賣的 那他今天就說 啊通通一下 這樣子啊 啊誰擦 誰擦嘛 就不用擦 丟掉 全部重買 所以我就還是就是很辛苦的那邊擦 然後大概擦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跟你講 請問一下他們有五十雙鞋子嗎 我跟你講 確實大概有二三十雙 然後他那個傘桶裡面有十六隻傘 請問傘要擦嗎 下個雨這樣撐起來不就乾淨 不是他那個把手加那個傘 那個撐開裡面那個縫都是灰啊 你說他這樣一打開 結果灰全部放在他身上 對啊 我說這個啊 好像整人節目 對啊 我說要擦嘛 然後大概擦了一個多小時以後 我們也都不敢驚動那個鄰居嘛 那擦好了以後 我就跟我房仲說 高恩森 你是不是可以拍個照 Line給他 跟他講說 我們處理都差不多 請他出門來檢查 還有檢查 那你總是要當面道歉檢查什麼的 證明說我們搞定囉 老師我有問題 請說 你們要去查之前 你們有先跟他說 我們要去清理嗎 我們有說我們今天會處理 那你覺得 那他沒有說怎麼處理嗎 他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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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你 你是處理前先按門鈴說 欸 不好意思啊 我們又來擦了 還是你處理完以後 才按門鈴說 欸 不好意思請你檢查 欸 我不會說我們去處理 那你會說怎麼樣 您自行處理 我會說 我去叫市議員 沒有 我就會跟他說 他說如果真的要處理的話 如果真的要擦 我就會跟他說 我們要去擦 對 我也有講 我說我們會處理啊 不行 處理是 你要處理他 處理什麼 但是你沒有具體的跟他說 你要怎麼處理 搞不好有些人會就說 更不想要你碰他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要 你要很 具體的跟他說 沒有 好 那處理這個字不夠精確 我覺得我要去擦鞋啊 你就直接說你要去擦鞋 對啊 他把他擦 對啊 就是我要做什麼事 我就具體的講 喔 然後他想要就要 他不想要就不要 因為處理很恐怖 你說處理是放到 黑色大塑膠袋裡 不是 因為 大家的認知處理可能會不一樣 你還能怎樣 你就是回復原狀啊 就不知道 或是買新的給他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就會很在意 他的東西被碰到啊 鞋子我是想說應該還好吧 是嗎 反正總而言之 我們就把它清乾淨了以後 我們就按他們家的門鈴 OK 你猜怎麼著 好緊張喔 他就 戴著口罩嗎 我說今天沒有灰塵了是不是 你說他戴了口罩出來 對 說今天沒有灰塵是不是 對 我告訴你 我們按門鈴沒人出來開門 然後呢 我們就又繼續LINE他嘛 他說他不在家 你相信嗎 信啊 這有什麼好不信 如果你覺得他看到我們在那邊擦 你覺得他會怎樣 他一定會說 哎呀不用啦 也只是跟你們說 要注意一下啦 我想一下 你說如果我是他本人 對啊 啊我本來很在意 你就看到我去一雙一雙處理 我可能會嚇到 拿Dyson吸塵器處理 我認真會嚇到 那你嚇到你是不是氣會消一半 我就 我可能不會氣消 然後我還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我就會想說 你為什麼要碰我的鞋子 那你會想要怎麼辦 如果你 你今天就是我對門的鄰居 你的鞋子都是都勾滿了厚厚的灰 那我就會請你下次就是注意一下 就不要讓這件事發生 然後你自行處理 對啊對啊我就自己處理 因為你不覺得嗎 假如說你的鞋子 然後假如如果是你的話 嗯 然後你 你看到你對面鄰居在幫你擦鞋 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會覺得我是否太氣急敗壞 嗯 因為我確實會想要他變乾淨 但是我不敢提出 這麼逾舉的要求 但沒想到 我的鄰居 幫我跪著擦鞋 然後你不會覺得他很怪 我不會覺得他很怪 我會覺得我 我反倒會覺得我自己很不好意思 喔真的喔 對 我可能就真的會覺得他很奇怪 但其實我也不得而知啊 但他是說他不在 我到現在我都覺得 他搞不好只是不好意思出來 喔也是啊 因為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對啊 就是他先那麼生氣了之後 然後結果你真的就是做出一個 還蠻誇張的補救行為 對啊 對對對 所以他可能 有些人就是會 就是可能臉皮比較薄一點 對啊 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不是有點太 反應過激 對對對 不過這樣也好啦 就之後他可能就客氣一點 而且你知道 就是我們那是個禮拜五 禮拜五的晚上嘛對不對 禮拜六 我的設計師 又親自去現場 他自己 在用那個 那種塑膠布 把他的所有鞋櫃 都貼起來 都貼起來 蓋起來 然後再附上一盒柚子 給他做賠罪 OK 這整個故事我給設計師滿分 雖然是他照著念 對 但是還好他還有做一些後續處理 我當下真的覺得 我怎麼這麼苦命啊 然後我晚上就兩條線確診 我心裡想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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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因為擦太多鞋子 COVID在那個鞋子裡是不是啊 你碰到太多 鞋子就是碰到很多地方 對啊 你還碰到很多雙鞋子怎麼辦 你不確診誰確診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說我COVID怎麼得的 就沒有鄰居的鞋子啊 我擦了二十雙 大家想說你到底 為什麼要擦鄰居鞋子 對 你說我苦不苦 你真的很苦 你說我這兩個月 我苦不苦 而且我跟你講 你以為跟鄰居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嗎 你以為兩個月只有一個故事可以聽嗎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大概在錄兩個月都還沒講完啊 有一天呢 又是這同樣的這個鄰居 OK 欸他聽起來 嗯 看起來柚子跟擦鞋這件事情 他是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對不對 他還救補欸這個鄰居 有一天呢 我這個房仲高先生 他有十萬火急的找上我 他說美根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怎麼樣 怎麼樣 這個對門的這個鄰居 嘿嘿嘿 他家冷氣灌水了 你干我什麼事呢 對 干我什麼事 我 我 干我什麼事呢 我們是平行戶 他的冷氣冒水 到底 干我什麼事呢 你在這邊吹一泡泡是不是 我就想說 對著那個水管 在那邊吹一水 真的是我跟他的水管 有通嗎 沒有 他也不是我上下戶 怎麼樣水都 他說他怎麼不去找他樓上 怎麼不去找他的哪裡 怎麼會找我呢 對 這就很奇怪對吧 他就說他家的冷氣大噴水 因為他想找你麻煩 他想我去處理 他可能覺得我做事很靠譜 他覺得你太會處理啦 冷氣應該也可以處理一下吧 高仿仲他就跟我說 鄰居說 他們家的水管冒水 是因為整棟大樓的冷氣 都通過我家的浴室排水 什麼意思啊 但是我把我們家的這個 排水給減了 所以整棟大樓的排水 都回流倒灌到他們家 為什麼呀 對這個我就聽起來 從頭到尾都很黑的問號 都不make sense嘛 對就第一個 為什麼整棟大樓 只在你家出浪排水 對 我都樓椅之力 為什麼 第二個 請問這位鄰居 你怎麼知道整棟大樓的水 都排到美根的家呢 對 第三個 第三個怎麼忘記 太多疑點重重 對 我想說 我這麼 這麼渺小的人 怎麼會整棟大樓 都從我家排水呢 這個有合理嗎 滿頭問號 對 為什麼莫名其妙啊 那當然 合理嘛 就是因為整棟 只有我一個人在施工 你知道我開刀 我覺得這是合理 可是你這個narrative 有點怪嘛 對 他這個故事講得不好 對 講得不好嘛 我住五樓 六七八九 都從我家排 到底為什麼 這為什麼呢 那請問四三二一 他們也往上排嗎 而且 對 而且為何 全部的水被斷掉之後 是倒灌到你家 對 為什麼倒灌到他家對不對 你家有田是不是 對 對啊 藥灌該嗎 他是怎麼樣 什麼六號水門啊 是 就是 台風天的時候不能停車嗎 我真的不懂 那我就想說 這完全不make sense 然後我就找我的設計師 再找廣委會 我們就把整個大樓的施工圖 都拿出來看 請問一下 因為這不可能啊 你們還幫解答喔 我要找到verify說 到底是不是所有的 我以為是有腦袋的人 就可以跟他說 這是我可能的喔 對 可是你找到有評有據嘛 他可以講話沒評沒據 我們回應不能沒評沒據 那這樣就沒完沒了啦 OK 我們就弄完了以後 就發覺了一個疑點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個耶 只有一個嗎 原來就是我們兩個的中古屋 都是跟同一位屋主 賣出來的 OK 所以呢 原本這兩戶是屬於 隸屬於同一個人的 嗯 他在接的時候呢 他就確實把這兩戶 的冷氣排水都走到 其中一戶上沒有錯 喔 OK 但是這個我們確實不會知道 房仲也不會知道 其實前屋主他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他的設計師怎麼做他 他不會曉得 嗯嗯嗯 所以確實 我鄰居的排水是在我們家過的 欸 好神秘喔 那這時候你就會怎麼辦 跟他抽 抽成啊 過護費 此路 此路是我開 此速是我摘 就付費 對 我看你一個月charge你 多少 你剛剛才發現這個天大的秘密 我跟你講 我本來不 我本來不想追究 你現在都講出來了 我抽得比你的水費 對 我直接抽成了是不是 那這樣鄰居還要不要做 他有要做的意思嗎 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那個 高房仲來了 他說 美根啊 你這個 蹲青木林嘛 你現在要人家改這個 啊不太可能嘛 那 以前這樣好好走 也沒事啊 那就 繼續讓他走啊 嗯哼 反正房仲一定是這樣 想要大事化小嘛 他想要兩邊都有安撫嘛 對 但是這時候我旁邊就有很多 你說你的肩膀上會有一些 小天使小惡魔 小天使小惡魔 OK 他就會告訴我說 那如果未來 他的冷氣堵住了 他今天說他要敲你家地板 Oh my god 你要怎麼辦 收費 收費 可是收費也沒辦法復原啊 地板敲了就是敲了啊 他要把它復原啊 他很難復原啊 因為你要去哪 要找一樣的磁磚 然後或是一樣的木地板 什麼怎麼可能復原 Oh my god 怎麼復原 無法復原啊 OK 反正總而言之呢 這件事情最後 我秉持著 就是與人為善 嗯 我就跟他說 好 那 我讓你走 現在先讓你走 但是未來 如果這條管線再壞掉 我絕對不從我家修 嗯 你對了嗎 如果你在壞了 你就自己搞了嘛 那他可以從 你家外面 然後自己把它接回自己家嗎 他不需要從我家外面 他只要 再接另外一條他的排水就好 Oh 只是說他現在當然不想動 因為他現在再接另外一條排水 他可能就走一個民館了嘛 嗯 原本可能是排水是排在牆壁裡面的 嗯 但如果我今天說你以後不准再從我家走 他現在等於就要在他的牆上 拉一條白色的管子出去了嘛 嗯 那我可以理解大家都不想 但我就說那我先讓你走 以後 你就好自為之啦 OK 可是你們有那個嗎 你們就是一個口頭約定嗎 口頭約定啦 我看是 唉 很可怕對不對 有點 對 有點難以追說 他為了答謝我啊 你覺得他 正以什麼為灰力 他去幫你擦鞋吧 幫我擦鞋 因為他比這個更糟 更糟 對 Oh my god 他送我兩塊香皂 What the fuck 送兩塊香皂 請問一下 請問是里長嗎 我頭好痛 唉 真的是God bless you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那麼久沒錄音了吧 就是因為我確診然後加上狗屁倒照 根本不是因為天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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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個人已經瘋掉了 我正在被別人欺負啊我 我們 我們會現在開錄也是因為如果再不錄 我看故事講不完 講不完啊 真的 我們整個節目直接變裝修 對啊 2.0 但我覺得啊 你們這樣子一次性就是 剛買房 然後就整體這樣一起裝修 這樣比較好 你住在那個裡面 然後現在只敲廚房 然後你人還要繼續在裡面生活 很痛苦欸 欸 我們家以前就是這樣裝修的欸 就是小部分小部分的翻修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還好的是因為我們在不同樓層生活 喔對啊因為你們家太大啦 對就是例如說現在裝廚房餐廳 然後我們就正常到客廳吃飯這樣子 像我同事就說他有一些朋友在南部 嗯 南部人也很喜歡裝修家裡 OK 我是這樣講話好像很奇怪 對你這個很政治不正確欸 不是我意思說 南部人的房子都很大 所以蠻多人都蠻習慣就是 喔我今天先裝修一樓 OK 或裝修二樓三樓這樣 但是他們就很容易呢 第一樓第二樓都裝修完了 然後就沒有錢了 三樓就不做了是吧 三樓就不做 然後過了很久很久以後 再裝三樓 所以呢你就很容易 進到人家家裡面就 啊一樓二樓 然後風格很漂亮很現代 OK 結果三樓 嗯怎麼變成一個中古世紀 或是都堆滿雜物這樣子 對對對好像很容易這樣 我最近其實生命也蠻多朋友 在裝潢的 我覺得我也不能算是最慘的 你有很慘嗎 你慘的不是裝潢本人吧 是鄰居 對這個是全部弄在一起的嘛 就是有一些人事物的慘都會有嘛 OK 那我有個朋友他是 他裝潢的時候 他的工班 把他的地板 整個弄塌了 地板弄塌 對 那不就到 樓下的家 對 然後呢是在浴室 所以水 整個淹下去 太傻眼了吧 對 然後樓下的那個 整個就淹進去樓下的家裡嘛 然後原本他們已經告上法庭 就是要索賠百萬 Oh my god 然後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個因為他是住在就是高級社區 然後呢後來那個鄰居也很怪 他就突然就不告了 不告了以後喔 然後他也一毛錢也都不拿 就是不告 不告他也不拿錢 但是每次只要看到我朋友 就會對他破口大罵 蛤 我這個腦中在思考 樓下鄰居也是一個家庭嗎 對 一個家庭 那會不會是其中裡面有人就說 不告了 但是第二位 就是A說不要告了 然後B還是很生氣 所以其實是B罵他的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邏輯是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邏輯是 我今天要是收你的錢 不是 我就等於和解了 我今天就是 我就是不跟你和解 你要有多少錢買我的原諒 你都買不到 我就是 我看你 我看你一次 我罵你一次 就等於是 是這樣子嗎 對 我覺得如果想要罵的人 就算收了錢 還是會罵你罵到爆 我覺得有錢人的邏輯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他們的邏輯真的是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他是住在一個非常高級的社區裡 可是 這樣子 他鄰居告他 其實是他的 的那個設計團隊要付錢對不對 其實是對 可是這樣就會很麻煩啊 你如果知道你設計團隊要 因為這不是非告訴的論 他說 喔你好不告 喔好就不能告了 喔又不是我付錢 你趕快告 也不行 他設計是沒有強暴樓下的 鄰居OK OK 不是公訴喔 只是天 天塌下來而已啦 對 對 天啊你這也太惱人了吧 就很惱人啊 破口大嗎 是要罵什麼 就是 救你們啊 社區怎麼來了這樣的人啊 真的假的 對啊 可是他是這樣子罵人的嗎 好像也還好 這樣罵就還好就是 會想說 這個人才瘋掉 可是就是心理壓力啊 就這一關沒有過過去啊 那怎麼辦 那你如果遇到這樣的鄰居怎麼辦 喔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你現在要練習了 因為你是買房的人 我就是要 跟這些鄰居相處 我就是跪著 幫他擦鞋 美根的101招 我真的 一個水桶 一條抹布 一隻Dyson 我真的 沒有別的辦法欸 可是 可是為了鄰居 是天塌下來 你要吸什麼東西呢 我可能要拿 Dyson去吸他家的水 還是說 你拿Dyson Dyson吸他嘴巴 我真的沒辦法欸 越想越覺得很恐怖 對啊 我覺得我鄰居們都很好 你們跟鄰居們沒有連在一起 好不好 但我想到一個 就是我們這樣子的屋子前面 都會有一個小庭院嘛 對 然後通常這樣子的庭院就是 你這一戶的人自行處理 是 然後我們的那個庭院裡 可能也會有一些樹啊 一些花花草草 對 那有些鄰居都就是很熱衷 在那邊開心農場 對 然後呢 有一位 我們那一條 你要不要好好講 等一下不好笑 很尷尬這一次 我們那一條呢 有一個鄰居 他也很喜歡種這些花花草草 是 他每天在那邊開心農場 但是他種的花草 比較特別 我們這個正常人的眼光 看不出來這是他精心呵護的花草 OK 只有有一次就是 但是你的意思是說是 品種大家看不懂 還是說他整理的方式 大家看不懂 就是這個雜草蟲蟲的感覺 雜草蟲蟲 沒有錯 OKOK 那我們不知道他就是很細心呵護那些 對 那些草 結果因為我們社區會定期會有派那個人來整理花圃 對 會拿一些那種嗯嗯的電鋸的 Oh my god 他就幫他把花圃整理 整理的就是像這個 高爾夫球場 世人能接受那樣子 沒有錯 就是非常漂亮的草皮 這位鄰居直接瘋掉 他那時候從家裡這樣跑出來 蛤 你不要跟我的寶貝 天哪 不是 你知道搞不好那些草 是 我不知道什麼 神仙草 在历劫 人家已經好不容易 養了五百年 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你現在跟他嚕過去 灰飛煙滅 灰飛煙滅 全部變成 垃圾 真的欸 那個人真的是 他 真是非常憤怒 出來 但我們其他人就想說 欸 那不是打草 欸 不是喔 你們這些煩人哪裡懂 看不懂欸 那都在修煉欸 我們看不懂神仙的產物 Oh my god 所以大家 如果你要幫鄰居把草的話 也要先 散絲啊 真的欸 對 你不要亂動 你幫人家擦血 你也要三思 搞不好那些灰塵 都有COVID 人家 我都有COVID 哈哈 這件事情 不用三思了 就是絕對不要擦 因為有COVID 對啦 真的是 但我其實平常 就很喜歡看這些 裝修節目 像TLC就很多 我最喜歡看的是一個 很多人 很多美國人 他們就會喜歡自己要裝修自己的房子 對 然後他們就是會裝修到 一百年都裝修不完 什麼意思 然後裝修到就是整個家庭失和 然後原本的居住環境也不能好好的居住 因為 例如說他們就是想說 啊我們現在來改臥室 然後結果臥室就弄得一團糟 他們也不能睡臥室 就只能睡沙發 然後就夫妻失和家庭吵架 等一下 為什麼他 你的意思是說他原本想說 啊我們來做個三房兩廳 因為我們現在 人口是有這樣的需要 結果裝潢到 已經生了第六胞胎了 他還在那邊 三房兩廳還沒弄出來 之類的 怎麼會裝潢那麼久呢 或者是他們就想說 欸我們來 做一個小project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後陽台 就是蓋一個木棧板 然後就蓋了老半天 然後還就是可能 有家庭成員就是 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走過去還會跌倒 然後反正就都很慘 反正他們就是不能自己搞定 你要不能自己搞定 為什麼不請專業的 他們就是想要 有那種 喔DIY就是 對對對 就是去一些什麼 特地屋啊 喔 買一些木頭啊 然後很像很帥這樣子 OK 就弄得亂七八糟 那台灣人是比較 沒有這樣的 閒情意志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 地比較小 嗯哼 我們空間比較小 例如說我們現在想要 搞一個project 那可能就是 我們來裝潢 廚房瓷磚 就是這種很小的東西 OK 對對對 不會是一整個 從零到有 而且他也沒有 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如果我自己 自己改造一個廚房 我就得帶浴室竹面 我 我就 我請問我 我如果裝三個月 我三個月都在浴室竹面 是不是 這不可能 你不是在浴室竹面 你要用烘衣機竹面 不是 洗碗機 洗碗機竹面 那也還是在廚房啊 那不行啊 那不行不行 對啊 所以在台灣你就一定要找 你要找世界世界公司 然後還有狀況的公班嘛 對 但我跟你講 你跟公班相處 也是有美美咖咖 就是買一堆飲料啊 欸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家之前裝潢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買一堆 一堆 一堆 各式各樣 每天去 每天去 就是什麼 而且要有什麼 氣泡也要 茶也要 然後果子也要 因為你不知道誰想喝什麼 還要偷看他們喜歡喝什麼 你怎麼偷看就是看他們少 就是 垃圾代理 最後剩什麼 不是看垃圾代理 昨天喝什麼 不是 也可以看垃圾代理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帶自己想要喝的 因為這些事情其實我都不知道 嗯 然後有一天呢 就是我在跟我的朋友聊這個 裝潢的辛苦二三事這樣子 嗯 他在跟我說 啊你都送什麼飲料 我就說什麼 要送飲料 Oh my god 我完完全全不知道 零分 謝謝 不是你人一生中 你會有幾次裝潢經驗 根本很少啊 所以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呢 但感覺師傅們就會很渴啊 我想他們會自己解決嘛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怎麼那麼傻 你看喔 你從你家 要走去買飲料 那來回要多久 半小時 半小時 他這間水泥都砌好了 朋友是以這個為考量 對 朋友就說 你就是把他們關在裡面 讓他們盡量做 不要讓他出門 你最好便當都幫他們買 欸我們也會幫人家買便當欸 原來大家是基於這個出發點喔 是啊 你就不要跟我出去那邊走 什麼買咖啡 買茶 都不要 都不要 哇那這麼像經營企業啊 很像 他不會在那個辦公室裡面放一些零食櫃 幼稚園 你就都不要離開公司 你就不要走 你都不要走 你小孩也來這邊我幫你帶 都在你老人那個養照中心 也設起來 啊我知道為什麼了啦 因為我們在山上啊 所以就覺得人家很不方便 而且以前也沒有 OK OK還沒有進租社區 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 準備會越多越好 不是可是你那個 第一個是因為你們家那時候可能是附近沒有東西買 第二個是你們的舊家離新家比較近 但你知道 那裝潢是什麼關係 有啊 因為很多人他的舊家離新家很遠啊 他到底要什麼時候去他的新家 送飲料給這些人啊 他白天不用上班嗎 喔 你說大家要去公司上班啦 對啊 對啊那我現在我就是要去公司上班 我白天我開會開會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師傅考渴了 師傅考渴了 師傅考渴了 對我去take care我師傅喔 然後就回去 這像話嗎 而且有些人他現在可能住台北 他買房子 買在淡水 他到底要怎樣去送那個飲料啦 對耶 對啊 那怎麼辦啊 他們怎麼辦 沒有師傅就亂蓋啊 我告訴你啊 師傅可死 可死啊 師傅一直去買咖啡 對啊師傅整個 我跟你講 沒有我們工作啊 會不會這樣醜化師傅不行 不會 不會這樣子 但還是要師傅就是 比較辛苦一點啦 辛苦一點 對要自己照料自己的三餐 對啊 這真的是 我也是 來了以後才學到 但我發現一件事欸 就是師傅不大喜歡喝手藥衣 Oh my god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這件事情 但我後來想想 為什麼他不喜歡喝手藥衣 他們可能覺得 因為手藥衣你就插著 但是工地就是會有一些灰塵嘛 然後也不容易 也容易就是可能撞到什麼的 所以罐裝飲料比較不會到 可是我怕罐裝飲料顯得好像是亂買 啊就亂買啊 不是欸 我朋友還跟我說 你買手搖印 你就要買那個 比較有質感的 質感的 例如說你知道那個獵茶之醉那一家 就不太合適 什麼獵茶之醉 那怎麼辦 欸不知道獵茶之醉是哪一家 就不是忠實粉絲喔 就再去聽一下 我們大概也是 不大記得是哪一集了 所以他還跟我說 你就是要買現在就是夯的經典的 真假的啊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怕我去Seven 亂買一些什麼咖啡廣場 感覺好像很low欸 對是也不用買到咖啡廣來 但如果咖啡廣場 然後找我們業配 我這一段就改一下 咖啡廣場 嗯 蠻好喝的啦 很像吃咖啡糖啊 對所以就是 這個我也不 錄音的今天 我才去給他們送的飲料說 而且我都想說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誰啊 應該也不知道吧 什麼意思 怎麼可能不知道你是誰 因為我又沒有很常去 但 但誰會去那邊 如果不是屋主的話 嗯 設計師啊 設計師就一位 設計師的助理啊 就兩位 設計師的老婆啊 為什麼你是今次老婆要去 這一次的小孩阿嬤 祖宗三代都會去是不是 去那邊chill是不是 工地給我西家帶一卷 什麼意思 我也不曉得 這真的很難欸 大家教教我好不好 要怎麼討好公班 請大家幫美根解惑 究竟設計師會帶多少人 來到自己的家 不是 到底要買什麼飲料 才能取悅公班們的心 我看你不用取悅公班啦 那我要取悅 你要取悅旁邊的鄰居啊 人生好難喔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原諒我們 放假放那麼久吧 畢竟我們都有些小project在忙 對啦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podcast 也可以來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找我們聊天 還有人在用Facebook嗎 就你啊 我已經沒有在用了 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下週見 掰掰 掰掰